继新加坡河畔和我国有多9个商圈 获选加入市区重建局的 商业促进区试点计划 由业主和商家带头主导 核子打造独特的消费体验 进而带动商区的生意 如果证实计划可行 政府可能会立法制定 正式的地方管理框架 赋予业者更大的自主权 来发展商区经济 那今天的《陈光聚焦》 一起来了解 这里曾经因为收费过高 和进香拉克而臭名昭彰 直到2012年成立了管理协会 情况才逐渐改善 协会会员从开始的七家地主 扩大到现在的超过 110家业主和商家 新加坡河畔 我国的首个商业促进区 通过主办一系列 独具特色的活动成功转型 吸引顾客回流 在过去 大家都很靠谈 政府的资源 提供这些资源 我们的努力是 让他们解释 有一定的关系 政府可以做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起成为 成为一个集团 在市场上 和在市场上 我们想向我们 提供自己的 提供新加坡河河 提供的提供的提供 前面,在某种程序的提供 我认为规则的规则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每个人和每个人 都可能会考虑自己的关注 根据BID,可能跟一个更 formalized structure 会有很多更好的组织 自去年加入计划以来 新加坡河畔推行了新加坡河畔节 无车星期日等一系列活动 每周访客从去年上半年的130万人次 增加约一成到今年上半年的140万人次 有意加入计划的业主 必须先提成商圈的发展计划书 并争取超过51%业者的支持 一旦通过 业者缴付的会员费 将获政府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资助 来落实企划书内容为期四年 每年津贴顶线是50万元 我们有限制的资源 在政府的政策计划书 看待新加坡每个顶部的顶部 主要计划和政策计划书 就是例如 例如新增长的层房 像Bidadari或Tengah Forest Town 政府的政府也可以准备 约的矩装 一些厚部的古代 所以 政府真的想改升 RafflesPlace 在这些地方,可能会抗議 什么跟RafflesPlace,你得花了半个亿免 为更加增加招待或是更加增加招待 所以,这些是个社区的传统 但跟担任的领域 会有一个好处理的适当中的方式 作为集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让他们演出了一个专业的行为 為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網絡 讓他們跟不同的政府公司 談論計劃和避免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去管理他們的避免 很合理的方式 我認為公司也會準備好 讓他們有更多的自由 他們會想用某些空間 或做某些活動 近年來除了新加坡河畔 一些地方商聯會也舉辦了不少活動 為所屬的鄰里或者商圈注入活力 不過由於商聯會無法強制規定 所有業者都得合資參與活動 因此活動規模無法擴大而欠缺吸引力 另外也有商家坐享其成 不願意支付經費 卻又想從活動中獲益 因此你一種的地方管理框架 由於具有法律約束力 所以有望解決這些問題 政府正考慮立法將商業促景區 制定為正式的地方管理框架 因此把事情範圍擴大到另外9個商區 以進一步了解業主的參與意願 計畫概念和實行時可能出現的問題 新的商業促景區主要位於市區 市區以外的地區有玉廊商業區 和巴椰里巴 以坐落在牛車水和中央商業區內的 中華方圍力 這裡周日是上班族用餐的好去處 非常熱鬧 但到了周末就變成一座死城 這也就是為什麼部分業者 而五年前決定聯手做出改變 大多數利益相關者的支持 其實並不容易 尤其像甘榜閣南這樣的商圈 產業業主超過100家 需求和利益也各不相同 以這家香水店為例 這個家族生意已傳到了第三代 因此參與商圈的下一步 是要嘗試說服相關業者參與策劃 現在都看似多事件 卓欣在 예 Zac Church 在共同事部 同事來組合 làm 要確認 這些需要的需要 或者非必須的需要 就像我所說 今unda 會要以一段短水 毒情 100 有些地方的改革 據了解 未來林里祖屋區也可能進行改革 加入商業促進區試點計劃 為紅帽橋 烏落等林里林壽業 注入新生命 但業者要克服的挑戰不少 包括如何爭取商家支持籌集經費 如何申請使用 由不同市政理事會管理的公共空間 以及避免干擾附近居民等 市區重建局表示 他們正同新加坡全國商聯總會合作 鼓勵並協助林里林壽業者加入計劃 為消費者營造全新的購物體驗